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一個函數 往右平移 H單位 再往上平移 K單位 可得到這個Y 等於Zx 而且它的對稱中心 是在圓點 那我則數對HK 為多少 那我現在 這個的話 它對稱 的話是 首先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給它配方 這兩個配方的話 它寫出來一定是 X-3 減掉3的三次方 這兩下 這個三次方向是X三次方 平方向是多少呢 就是 3 減掉3 3AB平方 就是等於9 所以它是往右 平移 平移X單位 所以這H 這個是等於多少 H是等於3 然後往上 移動多少呢 移動K單位的話 我們就把它帶3下去 就可以得到K 那我用中火柱 1-9 加29 -32 代多少呢 代3 1 再這個 加上3 -6 減掉6 6-38 加多少 11 加上多少 33 所以這是1 也就K 是等於1 那K等於1的話 那現在的話呢 這FX 現在就可以寫成多少呢 寫成 X-3 的三次方 那我現在 再求P 再除以X-3 1加3 -3 -9 這是等於2 所以H的話是2 加上2 X-3 的一次方 再加上K是1 好 那我現在呢 因為他說要變成 對稱中心是00點的話 那所以 這個就把它移過去 Y Y-1 等於X-3 的三次方 加上2 X-3 的一次方 那這個就是Y' 經過平移 這個是 這個是 X' 的三次方 加上2 BETS' 也就是說 你把那個 對稱點 移到什麼呢 對稱點現在本來是 3E 3E 本來是3E 對稱中心 那對稱中心的話 那你現在把圖形的話呢 移動多少 移動這個 移動多少 位移多少 就是往左啦 往左移動三單位嘛 往下移動一單位以後 它的對稱中心呢 就是00 所以現在的話 現在呢 你要怎麼移啊 H的話 是往左邊移啊 但是他說這個H呢 是往右邊 所以不是往右邊啦 現在是 往右移動呢 負3 的單位 那 往上移動呢 幾單位 往上移動 負1個單位 所以的話 H跟K的話 H等於負3才對 K的話呢 是等於負1啦 這個怎麼看呢 這個怎麼 這個就是說 這個應該這樣子 我們這裡的HK 是找什麼呢 找它的 找它的那個 對稱中心啦 這裡的HK 是對稱中心 不是這裡的HK 這裡HK是移動 我現在對稱中心是3E嘛 那現在開始移動啊 移動是往左移動呢 三單位 往下移動一單位 他現在他說 往右呢 移動H單位嘛 所以H是負的 負3 然後呢 往下移動一單位 他說往上移動K單位 所以K是負的 就是K的話呢 是負1 就往上移動負1單位 就是往下移動一單位 就是往下移動一單位 所以這HK齁 這樣我要用Plum好了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那個對稱中心 這個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負3負1 所以答案是負3負1 好理好 帶給他 要搬